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代元画片的编织 我们先从里面花心的地方开始编织 先勾出七个锁针 在第一针里印拔为圈 我们在线环里面 这个圈里面勾织十八个短针 先勾一个锁针起立 勾完这一圈的短针之后呢 我们开始编织这里面的锯齿状的花样 勾一个锁针 继续在第一针 也就是勾引靶针的地方呢 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勾九个辫子 返回到第八针里 勾一个短针 往下开始编织 一个中长针 已经编织了一短针 已经编织了一短针一中长 剩下呢还有六针 我们在每一针里勾出两个长针 继续在第二针里勾出两个长针 来看看 这样就勾出了12个长针 大家数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勾了12个 完成之后呢 空一针两针 空两个针目 勾一短针 继续编织这个花样 勾9个锁针 好这里呢我们先勾制8个 勾制8个锁针 勾到这里之后呢需要连接在一块 它连接的地方呢大家从下面数12345 在第5个长针 把线这样 拉过来 好继续返回到第8针里 编织一个短针 依次是一个中长针 下面剩下的就在每一个针目里勾出两个长针 好大家自己完成 然后后面的每一步呢都需要这样 勾完这一 勾完这一片 开始编织下一片 依然是要在这一片的第5针开始连接 大家自己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勾完最后一组在第一组下面勾一个引拔针 第一组下面这里勾了一个短针是吧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勾了6组这样的 1 2 3 4 5 6 好看一下 第一片和最后一片 怎么去给它连接起来 勾一个引拔针之后呢 我们继续顺着里面往上引拔 一直引拔到它的顶端 顺着这个纹理 一直引拔到顶端 然后找到这里 2 4 5 这样 好这是里面的地方 然后大家换线的话 就直接把线剪掉就可以了 直接剪掉开始换别的线 不换线呢 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开始往下编织 好这里呢 我就不换线了 我们看一下 就这样 从这里开始编织 这里呢需要勾出7个锁针 1 2 勾针让两圈 继续在这个地方呢 勾出一个两卷长针 好完成之后 继续勾出4个锁针 找到上面的锁针 找到上面的长针 找到上面的长针 第三个长针 勾一个短针 继续4个锁针 这个地方 勾两卷长针 三个锁针 两个两卷长针之间呢 用3个锁针 用不对 用4个锁针来连接 这里呢 全部是用4个锁针 4个锁针 在第三个长针上面 我们看一下 这是1 2 这个地方 勾短针 最后勾四个锁针 找到起立针 第四个辫子这里啊 勾一个引拔针 好 下面开始编织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是这样子的 我们往前引拔 引拔到两个长长针中间 从这里开始编织 勾一个锁针 起立针 一短针 两辫子 还是在同一个地方勾出一个短针 好 完成之后 这里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四辫子 这里呢我们需要编织 五个锁针 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 两辫子 好 又完成了一组 一短针 两辫子 一短针 五辫子 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勾法 五辫子 五辫子 一短针 两辫子 一短针 又开始编织五辫子 大家把自己完成 把后面的 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地方 短针这里 勾一个引拔针 结束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